3月11日德云社又迎来了新一期的节目单 而喜欢德云六队的小伙伴发现 德云社并未安排德云六队下周的演出 不少网友发出质疑是德云社出错了吗 忘记发德云六队的节目单 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德云社暂停六队的演出 也是出于对观众们的安全考虑 疫情当下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合适 而不少网友发现 虽然德云社六队暂停了演出 但是关九海却没有忘记学习 张潇白发文称 这就是关九海眼中的世界 多学点知识就跟要他命似的 在关九海和张潇白的聊天截图中 关九海称吃饭都吃不踏实 在聊天记录的图片中 是求圆柱体的表面级公式和勾股定力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也开始在下面幸灾乐祸 不得不说半工半读的关九海 名副其实 而作为队长的张赫伦 却比较悠闲 提前过上了退休的生活 张赫伦发文称 在出去办完事往家走的途中 用手机听着京剧背着手悠闲地往家走 但突然看到一位老大爷 腰里别着一个随身听也听着京剧背着手 张赫伦突然感觉自己步入了老年时代 吓得张赫伦赶紧把手机关了 也不背着手了 焦虑地往回走 看到张赫伦如此 不少网友调侃 张赫伦想退休了 也有网友表示 伦哥老年时代不可怕 大不了让张九南早点接班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担心六队全员暂停演出 演员们的工资怎么办 毕竟德云社的演员是靠演出场次进行发工资的 这一点大家也不用担心 郭德纲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疫情期间工资是照发的 而且去年一年没怎么演出的演员们也过得不错 岳云鹏也在节目中表示 疫情期间如果不是师傅郭德纲照常发工资 有些师兄弟都要改行了 相信德云社早已经有了应对措施 期待德云六队早日重新回到舞台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